大家好,冰淡冰哦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词呢 是王 王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响纖字 加锅板里面呢 它有一款就是切成这样 最早这几秒 它这个王 它是两根杆字 插在那个泥土里面 这是他能让那些绳子 打个键交叉起来 这是王 它什么样呢 它就是插进冰字旁边 身体旁边 做鸟的 两个根子属在哪儿 只一根 这个鸟从里面穿 穿进去了 跑不掉了 它是做鸟的 所以叫过的 有的那个字呢 就写得很有意思 把这个王 它是这样的 横格的写 这儿呢 还有一根神 这个两个手 意思是完全那个地方呢 这个神和这个王 拎在一起 要是鸟从这儿 飞过穿到王上了 它一拉 这个王就倒下去了 把这个王 蒙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叫过的呢 一看 你就知道 这个什么意思啊 你没有消停的人 还有那个 切切包包 都说那个 理解一喜 这就是家伙闻的好处 比较简洁 明流 在经文里面 写法呢 没有它大的变化 所以一直到 小传 历史 开始的时候 它整个这个字 变化都不大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啊 不同文句的写法 来演示 会大家 也细分起 在家伙闻里面 它有 好多款 不同的写法 最早的 这是两根杆子 也在两根杆子上面 结了好多的绳 这就是王 就是做鸟蛋 而来呢 就是做鱼了 做野兽 第二款呢 它现在这样 这个表现 这个做鸟蛋 一家插在底 插在底里面去 这里面呢 两个舌 也是这个 两个舌 操纵这个网 也可能是到 后来去捕鱼 也可能现在 按上是做鸟 最前来的一块呢 就是这一块 这是最简单的一块 最复杂的一块呢 是这一块 也是最狭心的 这是一个王 这个地方呢 是代表一根绳 这是一个手 有意思吧 它就是说 这是一个王 这个王和一根绳 一起 这个人呢 隐藏在旁边 当这个牛 到这个王这个地方 穿着王的鞋 它赶紧把这个绳一拉 这个王就倒下来了 一倒下来 就把这个鸟 捉住了 在经文里面呢 它写的这一款 它写的这样 这个呢 就是表示一个王 这是一个王 这样呢 有两个手 用手 操作这个王 经文里面 写着这样的一个 这是三朝时期的这种写法 这个字到小专的时期呢 它就写得 比较简单一些 这是小专的写法 就是把这一个字 紧的简化 简化它就成这样的形状 这个字在 超权背里面的写法呢 它写着这样 这个 这个 它写中呢 它也写了一块 它写着这样子 它写着这样子 所以这个字 到开数的写法呢 就是由 小专这个字 引编过来的 这就是 开数的写法 王这个字的本意 就是用 声音线 变成的 补鱼啊 补牛啊 补野色的一种工具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王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